我认为这一组是最具取代的 三元七十二度优选鲜牛乳 更多活蛋白升级活鲜奶 鲜生活人博力开唱 有请小沈阳周深带来 九一版雪山飞狐片尾曲 《追梦人》 你好 杨哥好 我这是救着你的调啊 我有点高 对不起 也就是我能救着你 对不起 辛苦你 用了我的奖 你来帮我了不是吗 对 你来帮我了 我来帮你 你还顺着我的奖 我说更不好意思 杨哥肯定音高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们觉得好像 杨哥这样唱那首歌会感觉 可能味道不太对 要不要变T 要调T吗 我不用 不用 确定 咱们这么唱过瘾了 我觉得不够 就是你也唱得不过瘾 然后我唱得也 我够了 就不如就找一个你舒服的屁 试一下 我扫实 啊 有没有可能那个屁给他稍微降 对 这样让我们的课计是很好的 加一个全音吧 将半音为用 对 好 好嘞 又再找找高点的 好 对 我得全职你了 加分呢 不然的话 进不去决赛了哥 他是 多么专业的一个歌手啊 那块帮到我 他会做功课的 我很感谢他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模糊 不知不觉 这诚实的历史 已挤起了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 是个生命的开始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 曾空涂眠的日子 让青春娇艳的花朵 展开了深藏的红颜 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墟 是幻想你的笑脸 秋来春雨不眠鸟 秋来春雨红尘中 不思 永远也爱红尘以爱上 痴情笑我反诉的人 始终难解的关怀 看我看一眼 把墨让红颜袖空枕 青春无悔无死 永远你爱人 青春吹奏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听 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 已汲取了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 是个生命的一开始 春雨不眠 隔夜的你 苍空独眠的日子 春雨不眠 隔夜的你 苍空独眠的日子 苍空独眠的日子 好听 你听过他唱歌吗 周飞 听过 诗阳哥 第一次在跨界歌王舞的舞台上 发现有人唱歌比你还高 对啊 我是真的想就和他 能够唱得更爽一点 但是呢 我 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我努力了 弟弟 这首歌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我讲一个小故事 因为 我家不农村的嘛 电视信号收来 只能收来一个台 那个时候是中午 放这个雪山飞狐 中午放学吃口饭 就赶紧往家跑着 看这个 但我每次到家都是片尾曲了 每次都是片尾曲了 你知道吗 就只赶上最后一首歌了 对啊 完了后来我领几个伙伴玩嘛 我有个同学长得特别像田归农 拿着小棍儿腰里憋着 讲到大侠那个范儿嘛 一抽刀 田归农我整是你 就这样 整是你 整是你 所以你是狐匪 对我是狐匪 金庸笔下那么多的人物 你最喜欢的是狐匪吗 我是想当乔峰 阁下诗 再一下乔峰 大诗 可谓好事多为 他那个侠气 我的天 我的天哪 深深 刚才你在点评的过程当中 我听你对金庸 也是特别特别的青睐 怎么说呢 其实我一直被金庸的 小说或者影视剧 尤其是歌曲影响到大 他让我知道江湖 是什么东西 因为你听到的东西越来越多 你会发现可能国外 有他们的超人 国外有他们所有的联盟 但是你要说到 我们自己的中国 你会发现 我们有我们那么多的侠客 那么那么多的 所有的那些武功秘籍 只有我们自己才有的 对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 江湖它没有年代感的 就哪怕他们 他们那些剧 可能没有看过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们提到什么 《西星大法》 什么《非言走别》 他们一定都是有画面感的 一下就一下回到那个年代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 他自己去理解的江湖 他已经默默地拔了三次刀了 我理解江湖就是那种有情有义的 然后可以会那种各种武功 然后就是可以飞檐走壁 可以在水上飘 然后可以遇见飞行的那种就是 就是 但杨哥告诉你 江湖险恶呀 你还小吗 哈哈 哈哈 周深 沈杨哥呢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二名 那作为他的帮唱嘉宾 所以你觉得 沈杨哥能够做到哪儿 不为难 弟弟 一会儿你还要帮一个人呢 哈哈 不要再提醒我这事情 我在那儿越 我在上面已经越听压力越大 是不是唱的都超好 唱的都很好 而且都是特别地认真的 准备所有的东西 杨哥一定值得第一 但是我希望自己 不要给你拖后腿 立马就怂掉了 就做郑凯那辈子就行了 啊 是吗 对 对 来 你觉得这里谁最可怕吗 谁 郑凯最可怕 啊 为什么 因为他越来越稳 郑凯是一个很可怕的 一个东西哦 来 不不不不 我不是个东西 大众乐迷团投票通道开启 男生要跟周深配合的话 他的key是需要有点技巧 可能在定key的上面 真的是需要多去思考 这很不容易的 但我觉得其实真的蛮好听的 真的 你人真好 周深哥 我第一次听他现场 我真的觉得就是天籁之声 我们两个太熟了 比赛那会儿 我给他起个外号叫开口话 就是有人都说唱歌开口贵 他属于开口话那一挂的 非人类 我就觉得他的存在就是 但是既然这个歌太经典了 他也很紧张 他这半天从录制到现在 搞个手机藏在后面 一直在听和声 可能是因为这个舞台 他太专业太严肃了 对 这个舞台好吓人 请为他举牌支持 三票继15分 我对这一组是最具取代的 包括这首歌 我自己也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我的状态是这样 就是会失望 黄梅炸出来 对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两位的唱功 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心气提得特别高 所以最后有点失落 很像失恋的感觉 我也在纠结 他的调呢 如果要他可口的 我不一定 你不舒服 对 他迁就我了 真的 周深唱得太好了 真是太会唱了 那些合音太漂亮了 而且周深一直也不去抢 他一直在配合小沈阳 所以呢 就没有忍住就投票了 但是这首歌有一个很大的不足 其实是小沈阳的演唱 歌曲本身 它已经有非常浓烈的情感了 而小沈阳在唱的时候 你又用过于浓烈的 那种表达方式去演唱 那就有一点点顺便 我觉得沈阳根 也许你的那个音域 并不在 可能是最合适 最恰当的一个位置上 我听下来的时候 我感觉其实就是 深深她已经用了 很多种声音的色彩 去加入到这首歌里面了 但是你的色彩 从头到尾都是很冷漠的 听不到太多的 关于这首歌里 应该有的这个律动和波动 这一点的话 可能让我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是 杨哥 对不起 他是为了保我 他是为了保我 我也在反思 怪我自己没有发挥好 确实是太用力了 接下来我要宣布分数了 小沈阳是第五位上场的 所以他的得分 直接会对目前坐在 第四名王座上的刘端端 造成威胁 目前你们俩的票差是 二十六票 听评论们一说完 我就把人扁鞋子了 我没底了 我没底了 小沈阳最终得分 二百九十八分 目前排名第四位 显胜你二十六票 第二 沈阳哥 请登上第四名的王座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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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反正是完美是没有那么特别完美 我也想象当中 我跟周深 我俩合作呢 也会有一个爆发点 但是也没爆出来 对 这也是 评委是说得对的 确实是太用力了 感情让人用得太 理解得很偏 有请下一组 跨界合作表演 美的美的美的 三元七十二度 优选鲜牛乳 更多活蛋白 升级活鲜奶 鲜声夺人 活力开唱 有请李小萌 周深带来 两两相望 比用帮唱 自己的发挥 还会影响到别人 就会 哎呦 要是拖到别人 后腿怎么办 挺担心的 其实 今天更不紧张了 因为有那么好的 帮我演唱的朋友 他一定会非常成全 我的演唱 音乐 年一朵微笑话 像一段人世变弯 到头来 树影又何妨 与一湖小家 富与贵难纠缠 尽早的容颜 老于昨晚 每间放一座花 看一段人世风光 谁不是 把悲喜再唱 爱连天走不忘 恩怨那尽算 昨日飞 今日该往 浪淌淌人渺渺 青春鸟飞去凉 纵然时间过风流浪林药 吴香香 仁渺渺 回到山中藏 爱恨的 白白滋味随风飘 吴香香 仁渺渺渺 吴香香 仁渺渺 回到山中藏 爱恨的 白白滋味随风飘 吴香香 仁渺渺渺渺 看一段人世风光 谁不是 把悲喜再唱 爱连天走不完 恩怨难计算 昨日飞 今日该往 浪淌淌人渺渺 青春鸟飞去凉 纵然时间过风流浪林药 吴香香 仁渺渺渺渺渺 回到山中藏 爱恨的 白白滋味随风飘 吴香香 仁渺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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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 在外面 非常漂亮 这是又唱了一首吗 对 而且我听说这首 跟上一首还不一样 《梁朗相望》这首歌 它对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特别遗憾的一首歌 就是好像很多人 你要让他一时去想到 金庸作品的OST 想不到这个 可能大家也想到什么 《男王的金》 或者是《天下有情人》 所以在我心中 有很多很多这种 特别好听的 比如还有像 《爱上张无忌》 让太阳上为你化美 就有很多很多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OST 都想拿来唱 所以当时看到歌单里面 有这一首的时候 我就立马觉得 啊 《梁朗相望》我想唱 刚才你们的合作 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意料之外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 声线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小萌老师可能会 怎么说 嗯 沧桑感一点 哈哈哈哈 年龄 年龄到了 不是 就音色上 嗯 而且我们俩唱法上 又有点相似 又有点不相似 我就觉得这种 其中有一点点又相同的东西 一起融合 反正我挺喜欢的 你今天的造型 有想去成为金庸笔下的 哪个女孩子吗 我会把自己幻化成赵敏 啊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里 也有赵敏的那种 敢做敢当的那一面 任劲儿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 嗯 童话的主人走了 但是他的童话 留在了这里 所以我就是觉得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 用我们的歌声来 纪念金庸先生 向他的经典致敬 我觉得那个画面很很温暖 嗯 仿佛那些瞬间 一下子那些人物 一下子都回到了我的面前 和脑海里 其实我受金庸先生 那个精神的影响特别大 因为从小 我就跟我爸爸看这些剧 我爸经常说 你要像某某大侠一样 比如什么张无忌 或者什么令狐冲 就所有苦难 你要自己去扛 你要自己去经历 哪怕所有的事情 都是师傅领结门 剩下的 都是你自己去完成的 可能也是金庸先生想象 想给我们传承的一个精神 你现在做到了 我还在过程当中 刚刚不是刚受了疑难吗 金庸先生他的精神 就是那种覆盖性的 嗯 是 对一代又一代的人 都会产生影响 而且这首真的是金庸影视 歌曲当中 百听不厌的经典作品 而经典老字号 肉食品牌大鸿门熟食 同样也让人百吃不厌 大鸿门京城美食的传播者 传承经典 永不相望 大中乐迷团投票通道开启 小萌姐给我感觉就是很鲜 从一开始 她们两个站在那里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们的衣服 是有搭配的她们的服装 她就是很像那种美女 这武侠人物都会为她冲冠一路 为红也跟她拼了的感觉 我觉得整个舞台的画面很赏心悦目 我们一直在诠释金庸先生的作品的时候 是用中国风 就所谓我们用了很多民族乐器 包括我们的音乐老师们 他们也都是以国风的打扮 整个舞台上面加上整个光的设计 一出来就是会把我们带到那种 峡谷柔情的世界里面 刚刚看的真是蛮开心的 谢谢小琪哥 请为她举牌支持 哦 三票 扎先生没有投票 因为这首歌 是我在盛小琪的歌单里面 最喜欢的两首 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人独唱 会比较好一点 小萌的嗓音其实 在处理这么细腻的歌曲层面 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点吃亏 因为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姑娘 包括你的嗓音也是 好在周深的细腻和音 完全弥补了你这方面的一些不足 而且周深的和音非常漂亮 它主要是在给你做补充 所以你们俩的这个合作 相当于是一个取长补短 我特别喜欢就是两个歌手 在配合的过程当中 有互相照应的这个部分 大家都没有抢 当配合到和声的部分 我可以观察到周深 他会很控制他的音量 所以这样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又有不同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 谢谢 谢谢老师 这首两两相望呢 其实就像周深刚才讲的 他在金庸众多的 经典的影视歌曲当中 他一定不是排在最头部的 但是今天当我听到 周深跟小萌唱的 这个版本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感动 那种震撼 我自己是王阳全员接收到了 更加地觉得今天咱们办 这个金庸众产 真的是特别地有意义 好的东西 它一定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份价值 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传递给更多的人 其实真的需要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 不断地去继承 去发扬 我要问第五位助唱者 接下来你要出战了 什么 我要出战了 对 因为已经有六位演唱完毕了 哦 真的吗 我不知道我 我都不知道我要唱唱 因为现在大家意识到 要求非常高 嗯 对 人们别Q我 你们聊 你们聊 哈哈哈 我可以下去准备了 因为他们刚刚都是 七个时候下去准备了 那你去吧 哈哈哈 我下去准备了 水洋哥 小萌和你的分差只有三分 你是二百九十八分 如果他的分数是高于二百九十八分 他就坐在那个位置 你觉得是哪样的结果 我觉得呀 我觉得我 坐在这儿 太久了 哈哈哈 我想换一换 凉快的地方 虽然大家都总说我们给我们鼓励说我们唱得不错 但是跟专业的歌手来比 真的差得天上和地下 尤其周深他太会唱了 我们是吃亏的 哈哈哈 这是在夸我吗 这就是江湖啊 哈哈哈 大众乐迷团得分 大众乐迷团得分 二百八十六分 总分三百零一 目前排名第四位 来 现在这么回事 来 晓杨哥 请瑜伽反邓区 太难了 小萌请登上第四名的网友 大众乐迷团 先赶紧 五百零一 快选中 乐于为古人服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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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